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学堂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欢灯片母版的应用 主要讲解一下如何批量给所有的PPT 加公司的logo,公司的名称 以及给每一个欢灯片编号设置背景颜色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欢灯片是 都具备了这样四个元素的,对不对 我们来看第二张欢灯片,然后再增加一张 你看第三张还是具备了这样四个元素 再增加一张,第四张也是同样具备了这样四个元素 那我们怎样让这四个元素就是说 不用我们每一张每一张的去添加而实现这样一个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怎么把欢灯片母版给调用出来 其次然后要知道怎么在母版里面去设置这些对应的要素 下面跟随老师来实际操作一遍 点击文件 新件 空白引示文稿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是一个空白的页面 那么我们要实现刚刚的效果 是不是我们要给 在这里加上公司的logo 名称 以及给欢灯片编号 设置上背景颜色 那我们先调出母版 点击视图 幻灯片母版 好,进入母版界面 看到没有 一定要记住了 我们设置给所有的幻灯片 设置同一元素的时候 一定是在这个总版 注意这里的第一张 第一张幻灯片上 去做对应的操作 好,我们现在已经在第一张了 在这里要增加学堂的logo 学堂的名称 以及自动编号 还有设置背景颜色 首先设置背景颜色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点击填充色 选择这个颜色 诶,可以了 是不是所有的幻灯片 都有了同样的背景颜色 然后我们现在来实现 批量加logo的功能 点击插入 图片 然后选择公司logo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是在图片 视力图片 好,看到把学堂的logo插入进来 然后把它调小 放在右上角 好,是不是已经实现了批量加logo的功能 你看到没有 所有的幻灯片都有了学堂的logo 然后要给这里加上 学堂的名字 以及给每个幻灯片编号 点击插入 页眉和页角 幻灯片编号 这样就自动给每一个幻灯片编号了 勾选这里 页角输入 深圳 快学 教育 发展 有限公司 OK 点全部应用 记住一定是全部应用 好 我们这样一个功能就实现了 那么我们怎么回到我们正常的版面呢 在这个幻灯片模板这里 关闭模板视图 好 就回到我们正常的页面了 我们单 单击entro下一页 看到没有 现在新出来的每一页都具备了这样四个元素 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功能 好 以上就是幻灯片模板的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